哈囉各位 相信你們都應該知道我的身體狀況吧 那既然你們知道我的身體狀況 知道我是坐輪椅的人 知道我是脊椎損傷 然後也知道說我下半身沒有力氣 這個時候你們會不會有一個疑問 就是那我平常到底是怎麼上床的 今天呢我就來告訴各位 我到底怎麼移上這張床 好那我們就往下看 好首先第一步呢我們現在已經停在這個床邊了 那第一個就是我們要先把我們的鞋子脫掉啦 那這個時候呢我就是我自己的脫法是 因為你們一般人有可能有件事 就是這樣子脫掉之後 然後會另外一隻手抓著腳跟 然後把鞋子抽出來吧 但是因為我覺得這樣太滿了 所以呢我就會這樣子有沒有 然後因為這些收掉的關係我就會用 這裡這個腳然後頂這個 那個腳踏板後面我就這樣子 有沒有這樣就掉了 然後呢另一邊也是 對把這個整個拉掉 然後就可以這樣子用這個腳踏板去勾住後跟 然後呢這個鞋子有沒有 有沒有這個鞋子有沒有就成功拿下來了 然後就掉了 好接下來第二步就是 我們要準備移上床 那我們移上床呢 因為每個床的 每戶人家的床高度都不一樣啦 那像我自己家裡的床是 跟我輪椅是平行的 但如果說你有去住飯店或者說 去住外面的話 也有可能會遇到床比較高或比較低的問題這樣 那這個就是主要是你自己 就是肌肉要練吧 如果說你自己是很有力氣的人的話 其實不管這個在怎麼高或在怎麼低 其實你還是可以克服 OK 好那接下來齁 我們就是會把 輪椅旁邊我們有一個 一個 側支撐 那這個是我們可以去移動 通常我們 高薄動型輪椅 這個旁邊都是可以去挪動的 然後接下來我們就是把這個 拿掉 然後接下來就是呢 在我身體上這邊還有一個安全帶 這安全帶我們可以把它解開 好然後 兩邊都打開 好接下來呢 有兩個方式 你可以移上去 第一個是 腳先上去 腳先上去的話 我們可以先 稍微借住床 先稍微撐起來 然後放森也是移層 面向床的位置 然後把腳抬起來 放在這上面 然後 另一隻腳 也一樣的動作放上去 這是第一種方式 就是你兩隻腳 放上去之後 比如說 像 這樣子 好 像 這樣子 我兩隻腳都放上來之後 我就可以 撐過去了 我就可以這樣子 就可以撐過去 這是第一種 但你這個第一種 會有一個比較 我自己會遇到的一個問題就是 因為我的腳是沒有自覺的 所以說當我要準備 撐上去的時候 我可能會遇到這隻腳 滑下去 掉下去 的問題 所以說 這個會是一個比較 危險的方式 那第二個方式 就是 屁股先上去 先上來床上 就是我們一樣 自己有側自撐 然後 另外一隻手撐著我們的床 我們就撐起來 這樣子 這樣子的話 我就已經先做到床上了 然後接著我只需要再把 兩隻腳 給 抬上來 齁 先抬一邊 另外一隻腳 再抬一邊 然後 這樣子移 好 這樣我就 成功的 移上來床上了 接下來 移下來的輪椅呢 也有 兩個方式可以用 第一個方式 看你也是 腳要先下去 還是 身體先下去 兩種都可以 那我自己 慣用其實是 身體先下來 就是我會先這樣撐好 然後 我會把腳 放進去一點 然後 手抓這個 因為是手一樣撐著床 移下來 然後 再 兩隻腳 放下來 再藉由床 再撐起來 調整一下自己的位置 這樣 好嗎 這樣子就 成功的移下床了 那接下來呢 我們移下來Rain之後呢 我們 千萬要記得 安全帶一定要洗 好不好 就跟開車到底是一樣的 我們上路呢 一定就要 放好安全帶 OK 那我們接下來 就是 最後一個步驟就是 要穿鞋子 欸 啊我的鞋子咧 喔 發 早知道鞋子就不要丟那麼遠了 發 好啦 那最後一步 穿鞋子其實也不難啦 那我們就是 穿法 就是我們把自己的腳 就是這樣抬起來 好 然後 因為我們腳沒有知覺的關係 所以我們腳指頭 一般是這樣子嘛 我們有可能 穿進去的時候會變這樣子 但是我們沒有知覺 所以我們要慢慢的放 然後 放進去之後呢 要自己手 再伸進去摸一下 摸摸看自己腳指頭有沒有折到 好 然後 確定都沒有之後呢 我們就輕輕的 拉起來 對 這樣子 那另外一腳也是 好啦 那以上這部影片呢 就是為各位示範一下 我們做輪移的 平常怎麼 移上床 移下床 然後怎麼自己穿鞋子 那希望這部影片對你們呢 可以 有一點幫助 那我們就 下部影片再見 記得訂閱我的 YouTube頻道 也記得 訂閱我的IG 下次見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有沒有 按摩 訂閱我的頻道 訂閱我的頻道 打到